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魔幻美剧《魔界奇坛》第一季的第三到四集 欢迎大家来到《骷髅哥的地窖》 生命只有一次 然而今天的主人翁居然有九条命 从此他便开始了作死之路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不死之身 帅气的男主是名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一天一位博士在垃圾堆里找到他 并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请求男主参与他的一项实验 博士发现了一只特殊的猫咪 这是一只拥有九条命的神奇猫咪 博士希望能够将猫咪的大脑移植到男主的大脑中 这样他就能和这只猫咪一样拥有九条命 男主被注射了麻药 等他醒来后被告知手术已经完成 为了验证实验效果 博士直接对着男主开了一枪 男主当场死亡 可几分钟后他又复活了过来 博士高兴坏了 他告诉男主他还能再死八次 博士说男主的这项技能能够帮他俩赚到大钱 他将男主带到了马戏团 他将在所有观众面前表演死而复生 男主坐在水箱中 渐渐上升 男主很快就有了窒息感 几分钟之后 男主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淹死 一个小时过后 男主并没有如计划中的那般复活 观众们也失去了耐心纷纷散场 就在所有人散尽之后 男主活了过来 他还邀请漂亮的女助手共进晚餐 这场表演让男主和博士赚了十万美金 然而博士表示 他需要60%的资金用来继续研究 也就是说男主这么痛苦 也只能拿到40% 接下来的男主继续在马戏团 开始了第二场表演 无数观众慕名而来 只为目睹他的死亡 两次表演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每次都要分给博士60%的佣金 让男主非常不满 他想着反正自己还有六条命 于是在一次开车途中 制造车祸 让博士命丧当场 现在男主还有五条命 他继续和助手女郎搭档 开始了第三场作死表演秀 观众拉动电子 将男主活活电死 死亡过程极其痛苦 然而冷漠的看客们 却在一旁不断鼓掌欢呼 随着死亡次数的增多 男主复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然而每次的死亡过程 对他而言不过是睡上一觉 多次轰动的表演让男主上了头条 赚的钱也让他和女助手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男主动了隐退的念头 打算带着女助手一起远走高飞 然而女助手并不打算与他一起隐退 既然男主不打算赚钱了 女助手便趁机杀死了男主 带上男主的钱一个人跑了 复活之后的男主 再次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现在男主只剩下两条命了 他打算最后再干一票大的 这次他的表演场地换到了户外 他将自己关进棺材中 身外地底 几个小时之后再由助手将它挖出来 这次表演一定会引起更大的轰动 干完这一票 他就可以拿着钱过上富足的生活 他躺在地底 想到了被自己害死的博士 还有那只因为将大脑移植给自己 而死去的猫咪 那只猫咪真可怜 就这样死了 等等 手术的时候猫咪已经死去了一次 也就是说手术后的男主 只剩下八条命而不是九条 现在男主只剩下最后一条命 这次表演过后 他就真的死了 惊恐的男主疯狂拍打着棺木 然而他的求救生 却被一声声猫叫声所掩盖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的故事 男主死于自己的贪欲 博士虽然每次都要分60%的佣金 然而他要那些钱 是为了能够帮男主研究出 增加1000条命的方法 所以说男主为了这点钱 害死博士真的是得不偿失 猫有九条命 这句话的来历据说最早建于英国作家 威廉·巴尔德文1584年写的《小心猫》一书 书中说女巫可占用自己的猫的身体九次 意为猫可有九条命 莎士比亚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也有一句谚语 你取了猫命一条 他剩下的八条命就要来向你报仇 佛经中也有类似的典故 佛曰猫有灵性 其命有九 人只得其一 故猫之灵性 书非人类可吉尔 第二个故事 美貌之罪 如果美貌可以典当 那么你认为自己值多少钱呢 女主是名风月女子 漂亮的脸蛋便是她最大的资本 虽说身份低贱 但是她也有梦想 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凭借自己的花容月貌加入豪门 同事开始泼她冷水 别做梦了亲爱的 有钱人才不会看上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主动勾搭了老宝 并在无人的小巷 抢劫了老宝身上的珠宝 随后开枪将老宝打死 老宝死了 也就意味着她和同事恢复了自由身 女主带着抢劫来的珠宝前来典当 这家典当铺内有很多与巫骨有关的东西 紧接着一名脸上蒙着黑纱的女子闯进来 在店内闹腾了一番 关于的当铺老板对珠宝并无兴趣 他说女主漂亮的脸蛋便是她最宝贵的财产 并承诺花一万美金让女主典当她的美貌 典当过程非常简单 也就是在她的脸上做了个母子 身旁的柜子里还存放着其他女子典当的美貌 老板告诉女主她有四个月的时间赎回美貌 女主不以为意 就在她走后老板对着女主的脸膜开始施法 原来老板的妻子早已死去多年成为了一具骷髅 她想用这些女子的美貌让妻子恢复深浅的相貌 对此浑然不知的女主开始用典当的财富到处挥霍 美容美发购买漂亮的衣服 本集漂亮的她在精心打扮之后更加气质出众 从此她便出入高档会所 由于她是风月女子深圳男人的心思 凭借着自己的魅力和心机终于勾搭上了她心仪的富豪 富豪对待女主宠爱有加 女主就这样和富豪快活的生活了四个月 然而女主发现自己的脸蛋上出现了皱纹 颜值一天比一天下降 明明才21岁 皮肤却衰老的像五六十岁 女主回忆起当铺老板所说的话 她有四个月的时间赎回美貌 然而老板说她已经超市两天 想要赎回美貌就必须要支付十万美金 女主听吧立即回到富豪家中 虽说生活富足 但是短时间内她根本拿不出十万美金 于是她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 恰好此时富豪出差回家 仅仅几天她已经认不出女主 以为她是个疯子 慌忙拿起电话报警 此时的女主已经进入癫狂 竟开枪打死了正在报警的富豪 她带着钱来到了当铺 这次她砸开了当铺的后门 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脸膜 还在卧室发现了老板躺在棺材里的妻子 由于吸收了太多女孩的容貌 妻子的尸体已经从一具窟窿恢复了生前的相貌 女主将所有值钱物品交给了老板 只求赎回容貌 然而她枪杀富豪的事情已经上了新闻 倘若容貌恢复 等待她的只有死刑 女主只能抱着自己的脸膜 落寞地离去 却一个不慎被昔日的同事撞了一下 就这样脸膜被摔成了碎片 同事并没有认出女主 还在用粗俗不堪的言语 辱骂她不长眼睛 女主并未反击 脸膜没了 从此她便只能顶着这张又老又丑的脸独自生活下去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传说五妹娘在唐太宗时期一直不得宠 不甘任命的她便找到了当时受宠的妃子徐慧请教 徐慧回答 以色是君短 以财是君长 大概就是光靠美貌是无法长久地留住君王的 还必须要动脑子 而本篇的女主恰恰就是一个空有其表的绣花枕头 骨子里的粗俗卑裂 并没有随着她居身上流社会而改变 不可否认店老板并没有将典当的真实目的和后果告诉女主 但是倘若她真的当回事 就不会让自己落入这般境地 本来她只要拿着珠宝逃走 将容貌赎回 再回到富豪身边 变个适当的理由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何必要抓狂杀人呢 这都继身上流社会几个月了 还没学会沉住期吗 关于典当的影视剧最先让我想到的 应该就是第八号当铺了 哎嘛 又暴露年龄了 倘若真的能通过典当相貌换取想要的东西 你会愿意吗 反正我是不敢 因为我这副尊容怕是老板会要我赔钱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